欢迎大家收看外交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色列加沙停火即将结束 外交紧急行动 成千上万的人放弃了在美国的生活 加入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 拜登将向加沙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 其中有没有一部分落入哈马斯手中 拜登预计将不参加在阿联酋举行的 COP28气候峰会 中国通往全力的道路 经过世界各大城市 请大家收看 以色列加沙停火即将结束 外交紧急行动 半岛电视台 随着以色列加沙战争停火进入最后一天 以色列和哈马斯一直在就延长停火进行谈判 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 他希望停火能够延续 只要人质被释放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表示 以色列将在停火结束后重新开始战斗 哈马斯表示 如果以色列愿意增加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数量 他们希望延长停火 到目前为止 在停火期间已释放了117名巴勒斯坦囚犯和58名人质 成千上万的人放弃了在美国的生活 加入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 华盛顿邮报 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加入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作战 这一举动被比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早期阶段 许多为以色列国防军IDF而战的人之前曾在IDF预备役中服役或目前正在服役 据以色列官人称 以色列政府已动员了36万名军队 其中1万名是美国公民 美国人受到哈马斯最近的袭击的激励 他们将哈马斯视为自己的敌人 到目前为止 IDF在这场冲突中已经有8名美国人伤亡 以色列军队已经杀死了数千名巴勒斯坦儿童和平民 随着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减弱 一些在IDF服役的美国公民开始质疑IDF摧毁哈马斯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 那些为IDF而战的人认为 他们的事业是为了以色列国家的利益而正当的 他们相信他们正在阻止类似大屠杀再次发生的任何暴行 目前 IDF已暂停其进攻和地面入侵 以便进行人质和囚犯的交换 拜登将向加沙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 其中有没有一部分落入哈马斯手中 雅虎 拜登政府承诺向巴勒斯坦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援助 其中大部分将被送往加沙 以帮助缓解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引发的持续危机 然而 人们仍然担心一些援助可能会落入哈马斯手中 哈马斯是控制加沙的激进组织 被美国指定为恐怖组织 美国并未看到哈马斯获取了最新进入加沙的援助的迹象 而且已经采取了检查和其他缓解措施 以确保援助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 美国对个别哈马斯领导人实施制裁 但并未对加沙实施全面制裁 拜登政府已经承认了关于哈马斯可能转移或窃取援助的担忧 并警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援助将停止 被送往加沙的援助远远不足以满足人口的需求 危机被描述为接近灾难性 美国正在与合作伙伴组织合作提供援助 并采取预防措施 防止援助落入哈马斯手中 然而 一些立法者仍然担心 哈马斯可能从援助中受益 拜登政府表示 援助旨在帮助巴勒斯坦人 而不是哈马斯 并专注于防止人们死亡 美国还承诺根据上周宣布的人质释放协议 提供额外援助 拜登预计将不参加在阿联酋举行的COP28气候峰会 金融时报 据美国官员称 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不会出席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尽管由于其他事务的原因 人们对他的缺席早有预料 但考虑到拜登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以及他参加过的最近两次气候峰会 这一决定仍然令人意外 这一决定可能会影响拜登在年轻民主党选民中的地位 他们将气候问题视为头等大事 尽管拜登缺席 但他的高级气候顾问预计将出席这次峰会 该峰会可能会讨论新兴经济体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问题 中国通往全力的道路经过世界各大城市 外交事务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BREIT不仅仅是一个基础设施项目 而是一个广泛的城市化项目 有可能重新定义全球城市的未来 一带一路旨在通过新的道路 铁路 海港 能源系统和技术创新 将150多个国家连接起来 将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与中国市场和影响力拉近 城市的发展历来与国际秩序密切相关 一带一路代表了中国通过建设物质通道 来塑造这一秩序的努力 这些通道承载着中国的影响力和发展模式 中国的城市化努力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 一直是其经济和战略愿景的核心部分 一带一路在此基础上 重点发展与中国现有主要海港相连的城市走廊 和港口城市 这些城市不仅将成为贸易和商业中心 还将成为可持续城市发展和数字连接的市盈基地 然而 它们也可能被增加了监视和控制所特征化 因为中国将其社会控制技术输出到世界其他城市 一带一路的成功可能导致一种新型城市和新的国际秩序 这种秩序将由中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塑造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在尝试通过替代形式的基础设施地缘政治 来对抗一带一路 例如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 然而 这些努力可能会受到协调大规模和长期项目的挑战的阻碍 西方国家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的战略愿景 将其价值观纳入其中 并动员必要的资源来与一带一路竞争 城市的未来和国际秩序岌岌可危 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解释了联合国对于乌克兰和加沙战争不同处理方式的愤怒情绪 雅虎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普·伯雷尔表示 由于其在加沙冲突中的立场 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难以获得联合国的支持 伯雷尔表示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曾经支持欧盟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 但现在认为欧盟对加沙的态度不一致 他补充说 欧盟在加沙问题上的立场驯弱了其立场 并且由于被指责支持以色列和双重标准 该集团在穆斯林世界和其他地区面临越来越多的敌意 伯雷尔还提到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应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结束后控制加沙地带 中国主要太阳能制造商预计行业将出现洗牌 彭博社 据天和光能董事长高继凡表示 随着价格持续下降 中国的太阳能行业将在明年见证较小设备制造商的退出 低价太阳能电池板对整个行业的盈利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高继凡认为当前的投标价格是不可持续的 尽管中国的安装速度快速增长 但制造能力激增并冲击了主要制造商 尽管面临近期挑战 但在彭博新能源财经上海峰会上 太阳能行业领导人对行业的长期前景表示乐观 并预计到2029年或2030年年销售额将翻倍 以色列和哈马斯似乎愿意在停火的最后一天延长停火 计划进行一次更多的人质交换 多轮多星报 以色列和哈马斯都表现出愿意延长加沙停火的开放态度 该停火原定于周一到期 以色列表示每释放10名人质将延长停火一天 而哈马斯则表示希望延长停火 然而以色列仍致力于终结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和对加沙的统治 双方正在进行延长停火四天的谈判 并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 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暴力事件使事情变得复杂 哈马斯要求结束以色列的军事袭击 在停火期间已释放了62名人质 但哈马斯和其他激进分子可能仍然扣押着多达175名人质 最后一次计划的人质和囚犯交换预计将在今天进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带来最新鲜有趣的新闻内容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要点新闻 首先是以色列加沙停火即将结束的消息 在停火期即将到期之际 以色列和哈马斯一直在进行谈判 希望延长停火 拜登总统表示希望停火能够延续 但以色列总理则表示 停火结束后将重新开始战斗 同时一些美国公民放弃在美国的生活 加入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 虽然这一举动备受争议 但他们将哈马斯视为自己的敌人 为以色列国防军而战 其次是拜登政府向加沙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 尽管有人担心援助可能会落入哈马斯手中 但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检查和其他缓解措施 以确保援助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 这场战争引发的危机被描述为激进灾难性 因此美国正在与合作伙伴组织合作提供援助 并采取预防措施 防止援助落入哈马斯手中 此外 拜登决定不参加在阿联酋举行的COP28气候峰会 这一决定意外地影响了他在年轻民主党选民中的地位 因为他们将气候问题视为头等大事 尽管拜登缺席 但他的高级气候顾问预计将出席这次峰会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讨论的热点 这个倡议不仅仅是一个基础设施项目 更是一个广泛的城市化项目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来塑造全球城市的未来 这可能导致一种新型城市和新的国际秩序 西方国家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的战略认警 与一带一路竞争 最后 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解释了联合国对于乌克兰和加沙战争 不同处理方式的愤怒情绪 欧盟在加沙问题上的立场 削弱了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这引发了一些国家的不满 以上就是今天的要点新闻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观众朋友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